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小火子频道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就像这个topic 什么是加息 昨晚有个新闻出来 都关于利息 究竟是什么叫加息减息 以及浅谈一下 究竟加息减息对金股债楼的影响 我相信看这条频道的朋友有些很熟 很熟加息减息的 都知道如何部署 我亦都相信有些像我以前那样 经常都听 就是出来工作之后 经常都听这些加息减息 完全是不知发生什么事 亦都不想理的 但是 如果你真的想学好少少投资 知道加息减息的趋势 对你投资是十分之有帮助的 即无论是 买房子也好 我不看股票的 买房子也好 或者买金保值 或者对你的人民币 美金和港币的影响都有相对大的影响 所以学习了这一件事之后 对你投资方向 或者人生理财 都有莫大的益处 即刻看看新闻 昨晚的新闻说了什么 有什么我们要注意 新闻就是这个 东网的新闻 按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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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晚出了消息 就说 美国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 要年内不加息 这个资讯 我相信很多人都经常看 究竟这些是什么 这些利率呢 究竟 上上落落是为什么呢 原来 我先说回趋势 之后再说究竟什么是加息减息 趋势方面 就是2009年开始 由于金融海啸之后 要刺激经济 将利率调到几个 维存了几年之后 到2015年 2015年左右 就开始加息 加的幅度也不会很大 虽然这里好像很厉害的 这个图真的好色 好色 炎语艺术 这些叫什么 图掌艺术 好像很厉害的 升到很多倍 5倍啊 但其实也很低色 上当年97年 好像十几厘 不过就算了 不说那么远了 总之就是调调调调 调到那么高 一路调调的目的是什么呢 究竟 利息的走向和我们 生活有什么关系呢 立刻看回刚才我们的版面 其实加不加息呢 是联邦处备局 或者美国政府的 一个调节 就是调节经济的一个手段 一个货币政策 而这个货币政策 随着经济的发展 如果经济过热的时候 什么叫经济过热呢 就是 经济过热就好 其实未必是好的 因为 如果 经济向好的时候 容易赚到钱 那些人投资取向 各方面的风险 都会冒着很大的 就是很容易承受更大的风险 令到经济有所不稳 但是 经济不好的时候 如果 那些人不乐于投资的话 那经济都会持续向下的 那货币政策是其中一个 调节这个经济周期的 一个手段 为了配合 或者是 配合这个经济发展 长远达到平稳 向上的目标的 其中一个手段 有些人已经想夺我了 说一整个钟 有什么夺东西 一个再再再再 再简单一点的情况 就是 你放在银行的钱 利息 加减 完 但是 利息加减之后 又对你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呢 很简单 利息高 你就放在银行 利息不高 就走 就是这么简单 如果大家明白 这个这么简单的概念 所有东西都会 容易明白很多 不加息的话 你就放在银行里 就没什么息收 相对上来说 这个世界有很多投资产品 例如有股票 有金 有债券 有楼 有债券 如果那些东西没有息的话 即是把银行没有息 那这些钱都要找出路 出路 如果不是你把银行 其实都会输给大市 所以 这个加息减息 是令到投资者 投资人 的一个很大的 投资的原因 投资取向的原因 如果大家明白这个这么简单的概念之后 其实 所有东西都很容易明白 很容易学习 很容易明白 那就是说 如果政府想叫一些人 不想把银行放在银行 那银行的利息 低一点 那你就拿些钱去投资 因为这个世界 不仅仅放在银行 这个世界有很多投资产品 如果大家比较完之后 不同的投资产品 例如股票 债券 房子 那些利息都高过 放在银行的话 那些钱的流向 就有所不同了 那这个就是 正正加息减息的目的 不太想那么复杂 就是你放在银行的钱 究竟怎么去逼你走 逼你出回来 因为其实如果你不能够 和大事同步 你放在银行都在亏 那这个呢 希望大家 是不是觉得很容易 就不要觉得很难 就是最基本就是这样 那下面就会困难一点 究竟和其他的投资产品 投资物呢 有什么相互相成的关系呢 会不会有一连串不同的反应呢 我们看看其他地方 金股楼债 立刻看看 对了 不加息 意味着 现金 定期的预期的利息 不会有更高利息的了 尽量有使人去做投资 那其实也都反映了 现在政府 或者现在的经济 其实是一般的了 那如果那一件事是 不加息了 那就是意味着 经济没有向上发展 没有做这个过烈的行为 或者反而现在只是一个向下的过程 当然想刺激经济 刺激经济就是叫你们消费多些 叫你们买多些东西 叫你们投资多些 先说第一个 我先说这个先 受当其冲 对金价是有利的 就是很简单 如果大家放在银行没有息 就是少点息 其实买金也没有息 大家记住一件事 放在银行是没有息的 那些人会比较 买金又没有息 买银行又没有息 那不如我买金吧 金有一个上限 比较保值一些 好像比特币的概念 随着昨晚一吾加息 我也想给大家一些东西看看 那等等 作业一吾加息之下 对金真的十分之有利 刚才也解释过 就是大家都没有息的时候 你看金的ETF 其实大家买金 不需要真的买实金 但买实金当然有它的好处 不过有不好处 就是它日价偏高 还有买卖手续都挺麻烦 买ETF 按按键就买了 ETF就是买回相应的指数 跟踪金价 其实跟得很准的 最重要 这个世界有很多种金的ETF 其中一个就是GDX